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早晨 今天是12月16日星期五 欢迎收看AT开市直击 今早有中微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王伟豪 和谭海运陪你一起开市 Rofi 今早大事有什么焦点? 我想焦点几件事 一来美股跌 对港股有没有影响 二来今早看到PCAOB 完成对中概股的审计 先看看市场反应是如何 对 跟大家跟进一下 新加坡交易的港股黑期 早段方向不是很明确 没有跟着美股大跌 现在早段跌至30点左右 稍后会跟大家跟进最新情况 观众朋友 如果你有股票上有问题 欢迎你WhatsApp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日报HKETF 在聊天室里讲下你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的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的情况 比股显著向下的 纳指跌超过3% 联储局预料利率峰值高过市场预期 加上美国零售销售税贵差过市场预期 另外欧洲和英国央行同时加息收水 投资者对经济衰退的优雷升温 道指一度急跌 低位见过33,016点 收时跌了764点到33,202点 跌幅2.2% 在三个月以来最差价单日表现 标指跌99点到38,095点 纳指跌360点到10,810点 纳指金龙中国指数跌2% 另外欧洲股市也要向下 德国和法国股市跌幅超过3% 看起焦点美股 Tesla行政总裁Elon Musk 再度大手减持公司股份 不过股价力逆次向上 一度从上160美元流上 收市轻微上升 Meta,Google和苹果跌幅都超过4% Netflix急跌8% 失手300美元 以月托证券形式在美国买卖的科网股ADL 相比本港上日收市普遍向下 腾讯和美团比本港收市低1% 腾讯折合314.25% 阿里比本港收市低2% 折合83.8% 匯控比本港收市低1% 折合46.61% 看看亚太区的情况 日经平均指数现在跌415点 27636点 等于综合指数跌16点 明明普通股指数跌45点 新西兰50成份股指数跌59点 最新是报11542点 再次跟进新加坡交易的港股黑期 继续方向不明确 变动不大 跌26点 19341点 和阿拉比谈谈外围上日的情况 先看看数据 美国商务部公布 11月份零售销售跌0.6% 其实是11个月以来最大的跌幅 亦差过市场预期跌0.2% 10月份增长1.3% 期内扣除汽车和汽油销售跌0.2% 亦差过市场预期 市场原本预期是零增长 另外首次新领失业救济人数 减少2万人到21万1千人 在9月以来的低位 就少过市场预期的数据 全球央行继续有收水的情况 联储局之前那晚公布了加息0.5厘 英文银行和欧洲央行都加息0.5厘 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更加说到 下次会议会继续加息0.5厘 表明他们要加息的路 就比联储局有更长的路要走 看到资本市场就开始优雷 美国经济衰退 这个优雷就逐步反映在股票市场上 看到长年期和短年期的债息倒挂 即十年期债息低过两年期债息的幅度 就进一步拉幅 见到议息前道指在33,400点至34,700点 水平涨下跌至接近一个月 现在见到未来的息口风值 好像大家的投射明确了些 亦比大家原先预期的高 你觉得现在在高位能否维持到年底 甚至是明年第一季 还是昨晚急跌之后 未来也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回落 我想短期的回落的机会会大一点 当然你说是否一个很大的下跌 即是会再穿底 或者是再有一个很大的行空间 这个我想真的要再看看之后 市场对于比如美国 真是经济前景的看法 虽然如你所说 昨晚见到十年期和两年期 债息倒挂的幅度又拉幅一点 这当然是令到昨晚跌的其中一个主因 因为你再拉下去就是因为数据 见到零售销售出来的跌幅比其多 这也令大家对经济的衰退忧虑 是多了一点 但反而我想说一点 最主要一来 真是过去这几月的反弹幅度 其实美股也挺急的 特别是导致 当然三个指数有点不同 导致最明显 由大概三万以下的位置 最高是三万四这些位置也见过 所以论弹幅来说 过去这一转是多急的 当然这件事已足以构成短期调整的条件 因为一来你想想时间点 也到十月之后 其实美国那边也是会有修劳 所以我认为这些资金 锁定下来的利润也不为过 第二 我认为刚才所说的走势 始终你导致过去走区间 特别近来计算 三万三千多至三万四千多 即是大约1300点的波幅度 如果以昨天这棍下来 初步跌穿了这个环区间的话 坦白说,刚刚这么巧 纯粹以量度幅度去看 下来到1300点或1400点左右 大概是32000左右 其实这个位置 和11月的低位31800 其实也近近的 你可以说有机会是这样 去做相对的调整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说付一个短线的看法 下来这些位置的机会会比较大 但如果再穿下去 又下来之前的低位 那就真的要看看之后 整个经济前景的看法是怎样 我自己来说 就未去到这么悲观 虽然我同意一点 就是市场近期很多人说 就是你美国那边 其实下年那些 可能经济衰退等因素 其实在现在的企业盈利身上 其实未反映完 大家认为可能有机会 再有一个调低估值盈利的看法 但我想未是这一刻这么快 如果你说要调低的话 可能等下一次出一些业绩 那时才慢慢退下来 所以如果你说以中长期来说 再试低一点 有这个机会 但我想短线来说 未必这么悲观 另外一个因素 就是中长期 是不是真的要再穿呢 说真句 真的要看实际 例如下年也好 美国衰退的程度 我想现在衰退 这个大家都已经预认了 差不多了 问题就是 所谓的深度衰退 还是一些比较浅度的 轻一点的衰退 这也是很关键的 如果以现在来说 其实你看到数据 又未去到这么悲观 即是去到一个很深度性的衰退 虽然你说慢慢来说 真的不是特别深度 这个又可能令到美股 所谓要调整也好 其实那个幅度就不是太大 所以我想一步一步看 但初步来说 如果短线再看下去 看回11月份的低位 11月那下 上完之后 有一下调整才再抽 我想那下31800至32200附近 会是短线一个比较大的关键位 好 大家可以记住这个位置参考一下 31800至32200的水平 好 我们看看恒指上的多走势 先开个图给大家参考一下 同生指数 好 这里 好了 恒指昨天低开60点之后 一度倒升2点 跌幅之后一度扩大到439点 低位见过19233点 收市跌了304点 报19368点 跌幅1.6% 国指跌110点 报6591点 国指跌101点 报4136点 大市全日成交1056亿 看看北水本路 陆德正流入昨天有19亿 正流入最多的是盈户基金 有10亿3千万 恒生国指ETF有7亿3千万 友邦有3亿 腾讯有4亿4千万 北水正流出 快手有1亿2千万 中国移动有5千万 跟Rafi谈谈谈港股的情况 内地三头马车数据 其实昨天公布了 差过市场预期 美国上调了利率封值的预测 昨天跌了 以及失手了一条10天线 但消息层面上 其实也不是一面倒是差的 因为外电昨天报道 刚才Rafi开始的时候也说到 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 已经完全取得 对中资公司审查和调查的权限 是史上的第一次 带动这个立子金融中国指数 其实就一度升过2% 是的 这两项的情况就是 有利淡的因素 但也有利好的因素 好 之前听你和Irene聊天的时候 你觉得目前处于一个大将小回的格局 你觉得现在是否维持这个看法 因为美联署的说法和之前有不同 如果是一个大将小回的情况 你也继续觉得是 向下的支持位你觉得是哪里 当然整体方向 我觉得看法没有太大改变 我觉得也算是偏乐观 也是一个大将小回 当然我觉得又不是这一刻 才觉得即时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但始终也由低位14,600 上至近期最高19,900 其实真的升了超过5,000点 所以我没有可能这些位置 才和大家说有很大的上升 但我想短线可能真的会做一些整固 和数据的调整 然后先看看下年年头 还有没有什么新的趋势 再冲上去的走法 变成年底前 特别是这两个星期 扣价价可能只有十日八日的交易日 所以可能真的稍微整股一下 反复一下 其实是不奇怪的 因为也很同意Weniam说 一来刚才提到的升幅也多了 这一转 二来部分的消息面 其实又不可以转到很差 但是有少少的调整 或者改变在这里 例如只是说 可能是美国那边的加息因素 因为过去的五千多点升幅 其实每个星期有说的 就是我自己简单去看 都是三个主要的大动因素 一来当然内防 各个的政策 二来当然是内地优化防疫政策 那边的方向 三来当然是 当时大家觉得 美国会减慢加息步伐 所以是三个条件 使得市场推上来 但是这一刻来说 没错 美国那边加息的幅度 力度是减慢的 刚刚这转加了五十点 但是问题是 刚才提到有些改变的地方 就是比白沃尔 又出来说话的方向 又令大家放回少少少鹰 那边 虽然它是变来变去的 这个是 每天跟着 他也知道 一个星期前他很夹 一个星期后他会变回少少 也可以 不定是管理市场预期 你可以这样说 但是 某方面 这一刻他管理 令大家觉得变回少少少 这个又会短线 令到市场不会那么容易 而即时再推上去 这个是 稍稍这几天 你看到开始 都是这些高位 可能反复少少的主因 而 以来 我想跟刚才说 我认为有点迟 就是 十二月中后 我想资金的取态 说真的 年初至今 其实整体港股 当然表现都不是理想的 也没有可能 完全透过这五千多点 反弹也好 上升也好 要追回三季的输前 我想大部分都追不完 但是追不完 你也要面对现实 我想 从这十天八天 才有一个很大的 再追下去 我觉得这个机会 真的比较微 所以去到这些位置 开始会审慎一些 你特别看到近几天 其实市场的成交 也开始缩短一点 对比之前上来 有几次都过到二千亿来计 这几天可能只剩一千二三亿 好一点 可能是一千三四亿 这些水平 所以 开始都是动力减慢了一点 所以我想短线 可能整顾先 十天线当然是第一站的位置 如果你说这些位置 好像昨天那样 都是失业复得的 还是要维持短期上升的趋势 但是幸好 下面再退下去 其实都多位看 例如大一点的 可能一万八千六 或者二十天线附近 这些位置 我想都是一个 比较大一点的承托 所以我想整体这些因素 或者这些走势 没有一个很明显破坏的时间 对港股又不需要看得太危 但是我想真的要再向上冲 一来刚才提到 可能等到 例如下年年头回来 看看还有没有多一些新的趋势 我自己对这方面 其实也算是正面的 因为我相信 刚才说的炒作因素 只是说内地复偿 优法防疫政策 甚至是说内房相关的政策 等等来计算 应该到下年第一季之前 都会相继绝出一个机会再出 对于市场 其实都是有一些反复的支持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说下年年初回来 是继续有这些因素 其实再向上看 例如2万以上 或者2.50天线 2万5、2万6这些位置 我觉得这个机会还是大 所以看法大体上没有什么改变 但问题是短期的动力 可能相对先较少一点 好了 具体的策略上 例如说 现在到年尾 你觉得 因为成交也减了 而且真的夹了上5000点之后 再升又会困难 因为基数始终有大 这个时候 你会建议投资者应该怎么做呢? 好了 之前可能过去一个月追了货 我们很多观众都很棒的 你觉得应该只赚 还是应该怎么做呢? 还是可以留住它 继续保持一会儿 我想你说真的由低位 不要说吃完5000多点 没有可能 对 可能吃到3000多点 或者2000-3000点 当然我相信 如果能够保持到这些 其实利润也不差 短期来说 所以我认为 这些时候 我认为 是非常合理的做法 因为始终 过去这几个星期 也有提到 看法比10月前 是乐观的 但所谓的乐观 都是因为一个中摆 过去摆得比较负面 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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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是否完全没有了 一个 无后股之忧 或者非常乐观 一定不是的 正如刚才说的 我认为 去到这些位置 也去到年底 但是吃一会儿是无妨的 但是 是否需要 又是因为 但有5000多点 而清晒仓 我觉得又未至于 要这么悲观 正如刚才说 我自己觉得 是大分乐观 但你说 例如吃住 可能三分一 一半 那你剩下的 就继续看看市场 下来年头 可不可以再充多一阵 我认为 这样是 灵活一点 去做会好一点 当然 也要看看 你自己手上拿的是什么 说真的 如果你说过去冲上来的 主要是几类 其实也和刚才说的 三大因素有关 一来 内房 是当中升得厉害的表表者 二来 新经济类 因为当时炒了 加息力度是减弱 债息也下降 而三类 就是一些 服装相关 一些出油相关 那种 如果大体 简单来说 这三类来计算 如果最应该去食股 或者是比较差短的 我想都是内房 因为始终整个行业 虽然很多政策 都近期出台 也令到大家觉得 最好时间过了 但是不是完全解决了 那些资务违约 没有资金面的问题 这个都难说 因为实际的数字 大家都不知道 债的数字 都由低位 就算近期反复 低位上来都是配配性的 所以这些来说 你说有买中的 这些反而是最先食股的一批 但如果拿着服装相关 出油相关 我觉得还可以看一看 因为始终下年 刚才也说 我相信第一季 在农历新年时间之前 然后应该还是炒住 这些防疫政策的优化 所以对于这类型的股份 应该也有繁复炒熟的条件 所以会有少少分别 所以我想也要看看 大家欠什么课 去做相关的判断 好 我们和大家谈谈 香港银行加P的情况 开放本地银行 和大家参考一下 这是未到原本的 不过开市前的股价走势 好 美国联储局加息0.5来 汇丰亦宣布 上桥最优位利率是P 由5.375厘 上桥到5.625厘 加息幅度是0.25厘 是08年之后的新高 同时也是今年来第三度加息 累积加了0.625厘 之后恒生、中银香港和渣打 亦宣布加息0.25厘 当中中银和渣打的生效日期 就是下星期一 好 现在看到的情况 大家都预期持续加息 无论是美国的息口走势 和本港的息口走势 都预期更加 对银行股的影响又如何? 大不大? 我觉得这一转 其实又不太大 炒作性 因为以往大家常常觉得 加息 好像对这些银行股 色差过阔 这些经常听 如果大家记得时间 今年年初那一转 本地银行股 或者国际银行股 强是这个原因 当时是冲得很厉害的 但其实去到第二季 开始 走势相对反复了一点 或者去到近期来说 就算再加息 即是继续加益息也好 其实对银行股的刺激作用 就真的不是大得很厉害 因为现在慢慢大家看看 实际情况就是 当美国加了这么多次 香港近期开始更加了 P不断在调升 但在香港 即是在香港这边 我想加P的同时 如果加P 你简单理解为 就是贷款息涨了 但是 怎样会令大家觉得 色差阔阔 至少是贷款息简单去减 存款息 幅度拉大 才会觉得 色差阔阔阔阔 但现在问题就是 你的贷款息也是加了这么多 但存款息也是加了这么多 其实两边的加幅 近几次都是一样 所以叫了一些 比较对称的加息 就不是以往有听过的 所谓不退症的加息 譬如泰息是加得多於全息 所以你说 两边要加这么多 变相最新 大家两边都加0.25 究竟 那个息差 有没有实际确复到 我觉得真的未必 只不过 可能会令到 譬如你全息那边加了 可能全款量会多了 可能泰息那边多了 那会不会的 带款量又少了 这个也不知道 反而量可能的变化会有 但息差那边 实际的变化应该不是太大 所以如果你说 以这个角度来说 对于银行股 我觉得就未算太大的炒作 但是银行股 不是说 不可以留意 只不过 我觉得就不太适合 用来短炒的因素 反而开始 可以是想起中线 一点 因为最主要 我想都是看回 银行股 大家有时候 买开都是拿来收息 股息都觉得不差 反而这一点想提 就是现在慢慢开始可以留意 一些收息类股份 我想除了银行股之外 其实公用股 近期有看的图都不差 很多只都弹得很厉害 我想最主要的地方就是 因为现在开始觉得 国家息周期 即是美国那边 去到接近尾声 虽然未去尾 但是接近 加息的幅度 都在不断减慢 即是由之前几次 0.75 到现在0.5 可能下年回来0.25 慢慢不断 加幅 减慢的时间 令到 现在大家对这些收息类股份 会看得更合观 因为之前这么差 的主因就是 这边商可能股息 例如4.5.6厘 但当时美国那样劇烈加息 大家都觉得 债息都4.5厘 所以吸引点就没有了 但如果现在是减慢 加息的力度 就开始会增加吸引性 所以从中线角度来说 我觉得收息类股份 不要说是银行 是可以慢慢留意的 但始终都是一些收息 也不是用来做短炒 或者很急的那种 所以我觉得可以是 慢慢分加进去吸引 我想这样的做法 在银行股身上 会比较好一点 好 我们现在看到 银行指就兑完 跟大家跟进下大市的情况 稍后会和Rafi 谈谈澳门赌业股 今天好像市传有签约 好 恒生指数 开市的时候 跌24点 19343点 国企指数跌13点 科技股指数也是跌13点 4123点 即个月期指 跌14点 19379点 跟大家跟进 科技股开始前的情况 小米向上 其他几个都要跌 阿里巴巴开市的时候 跌2% 跌1.75 开市的时候 跌14.75 腾讯和美团 开市的时候 都是低1% 跟大家讲讲 若明 若明开市的时候 高开2% 报50元开市 升1.75 若明生物宣布 在12月16日 他们的子公司之一 上海若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在中国商务部协调之下 成功完成美国商务部 现场最终用户访问 已经被美国商务部 由一个未经核实名单 当中移取 若明今早开市 组断更好 升2% 稍后开市 会跟大家继续跟进 若明股价表现 和指数的相关情况 现在和Ravi谈论了 澳门赌业股 好 澳门娱乐场 行运博彩经营批 公开镜头委员会 上个月底 公布了 赌牌的招标结果 现在现有6间博彩企业 获得临时批级 澳门日报 引述消息人士说到 会在今天 当局和这6间企业 签署一个10年的赌牌合约 看到澳门博彩股 无论是牌照审批的消息也好 或者是憧憬通关也好 其实在11月中到现在 你刚才说 有好几个行业都升得了 其实这个也很厉害 这个就是很厉害 好 今天正式签约了 有没有再冲起呢 还是重复一些早段的情况 就是大家憧憬的时候就升 到真的落实了 今天签约 会不会有一个不同的压力呢 我反而同意你这个说法 就是我想你这一刻 才是因为可能 真的跟政府谈的续牌 或者签续牌 而现在才买进去 就真的不是太大 那个直播性 因为始终过去 真的过了半月左右的时间 整个赌板的累积的升幅 其实每个都很夸张 部分也是倍上升 有些单日过去 也曾经过升两三成都见过 譬如永利 最记得一天可能升两成多都见过 所以我想在累积了这么夸张 大家看图也知道了 3元都未够 上升到最高的9个 是矮人10万 其实是几倍的 它的升势 所以我想也是一样 就是升了这么多的时间 你现在才去进去 纯粹因为一个 现在会签约约的消息 或者去商讨一些细节的消息 始终不是这么划算的 因为刚才也说过 这一转的升势 其实Wendy大概总结了两个原因 其实也很同意 就是通关这件事 而来就是一个续牌 因为大家记得之前有一个报告 在说那些评分 就是这六间又拿回了 美高盟最高分 老婆最低分 这个排列等等 所以我想在股份面方面 其实这个消息是消化了更多 因为你要谈论 Whoa 好多细节可能能慢慢调整 但这些会构成炒作的因素 我认为是很难 所以现在这个位置才问他进入 我觉得唯一说是迟了 没办法 唯一是叹气的过去没有追到 追了是否应该今天就减迟呢? 我觉得可以考虑食校户 短期应该再借助这个消息 再炒作应该没什么条件 虽然你说低位追了的 食校户绝对是同意的 甚至乎我觉得如果这个版法来计 食股的比例我会认为是多一点 因为刚才说的就是简单 比如之前说的 有些喜欢吃一半三分之一可以 但反而这个版法 如果你可以的 我会认为是吃三分之二 就是多一点 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觉得之后 其实我自己对赌股的看法 始终都是不忠诚一点 因为虽然刚才说 就是赌牌绝对是通关 但是坦白说 就算真的通关 即是未来宣布也好 但是对赌收是否真的 这么大的一个正面刺激呢? 我这个是会有少少保留的 因为过去 其实这两三年里面 内地澳门不是没有通过的 其实通过的 但是问题是通过的那几月也好 其实当时的赌收 也不是太大的刺激 而且现在的方向 刚才说的就是逐牌的方向 反而是看到 为什么会有刚才说的评分 比如美高煤最高 澳波最低 其实我想也有少少关 就是他们个别项目的 分配比例 因为你看到美高煤 永利、银鱼这些 排得高一点的主因 他们近年发展的项目 是多一些飞博彩元素的 反观澳波排到最尾 因为他们的项目是挺纯 在赌场为主 所以很明显看到 澳门那边也想倾向 搞些飞博彩元素的 如果你搞些飞博彩元素 没错 你可能会吸引到多些人来的 但是这个对赌收 就不是太大的一个刺激 甚至有帮助也好 都只是帮到部分中场那边 但是贵宾店VIP 其实真的仍是差很远的 所以我想整个赌收 要回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 也是困难的 所以对于整版赌股的估值 是否一下子可以有 很大的调升空间 我想达到这些位置 未必还有很大的上调升 所以我会建议一点 就是为什么这个版法 如果要考虑去取消费的话 可能比例上会有多一点的主因之一 好 到9.29分 我们和大家看看 今次有什么推介 今早的ET国股推介是美团3690 担选原因是 美国联储局明年联邦基金利率中位数预测 由4.6厘提高到5.1厘 市场忧虑加息期延长 港股在高位震荡 新经济明年盈利股值收复 分期回调后有低级机会 股份建议大家可以留意美团 给团业绩复苏进度为市场带来惊喜 上季经调整盈利 按年楼规赚35亿元人民币 连续两季落得盈利 随着内地疫情风耗放宽 经济逐步重拾正轨 美团业绩可持续改善 韩国综合预测 美团今年全年可扭规 经调整盈利是19亿元人民币 明年大增接近6倍 至132亿元人民币 美团近日升到$190元就见到阻力 昨日跌了3%到$176.8 可以落$160左右 即是12月初的低位收集 以提高值得率 中线上网6月高位大约$210 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会 稍后回回回回答大家的问题 稍后再见 不要走开 独时装设计出身的Gino 有年中秋节发现找不到传统灯笼 于是决定转言扎作 为自己制作一个灯笼 同时开始发展将当代设计 融入传统扎作 他与传统扎作师张宽合制的再细努庭 更加代表香港在伦敦工艺周展出 直到去年正式建立自家品牌 ESG投资成为金融界的新业化 有研究更加指出 ESG基金在疫情期间考人标志 回报真的那么厉害? 今集ESG讲这些 由工人亚洲的专家为你拆解 ESG投资的潜力 兼为你带来ESG投资方案 看世界杯你支持哪个国家? 为了支持自己喜欢的球队 不少粉丝都会买球衣 有没有想过球衣可以升值10倍? 今集理财业贴地 请来过千件球衣收藏者 还有球衣店主 告诉你球衣升值潜力有多大 还会教你分真假升值方法 大家好,欢迎收看ET才智讨 最近热妹的话题之一 就是香港幼俊,绵闻加息 最优惠利率的 未来的势都不知道会否继续扯上去 所以今天特别叫Ariel一起聊天 哈啰,Level一起聊天 人人都想在金融市场赚钱 难道人人都懂得怎样赚? 想做市场赢家才要掌握市场形势 在通知金融上 我顾梓君 每个星期会请来金融市场各路精英 为你深入淺出 拆解金融圈最热的话题 用数据探测市场风向 市场赢家 尽在ET才智讨 我们回到节目时间 跟大家跟进一下 讲股开市后的情况 现在恒指跌92点 19275点 国企指数跌23点 科技股指数跌1% 跌42点 4093点 科技股普遍向下 跌幅正在扩大 美团跌2.174.8元 另外亚利跌1.6% 跌4.84.45元 跟大家跟进内地股市的情况 组段 现在开市4分钟左右 三大指数都要跌的 上证综合指数跌8点 深淨成份指数跌73点 湖深300指数跌14点 跌幅较大 是深淨成份指数的 跟大家讲一下药名 刚才讲到图里 刚才讲到他们说 上海其中一间旗下的子公司 从一个美国商务部 那个美金核实名单当中移除 估计现在就逆市做好 现在是比开市的时候 升幅扩大紧 升3%至50.15元 我们的投资者 这个观众朋友 这个不是Polly 这个是Polly 2269现价可不可以买呢? 我觉得 一般的 因为今天叫做逆自我市场 像Wendy所说的 最主要的因素当然是 其中一个子公司 另一间被辟除了美金核实名单 其实以这件事来计算 现在其中两间子公司 原本被纳入的两间 现在都剔除了 你可以说暂时 相关的风险数据了 所以今天的股价 可以逆坐舍 但其实是一个很正常的反应 但如果你论那个弹幅来计算 其实就不算非常夸张 反映大家对这个消息 其实是不是很惊喜 或者是觉得不追不得那种 似乎又不是 还有我想大家对于中美这件事 或者是部份的公司 会不会被立一些 例如这些实体清单 未经核实的名单 这些因素的话 其实很难去估计 可能它这一刻移除了 但会不会过一段时间再进入呢? 我想最尴尬的地方 就是要看公司本身的业务 究竟跟中美的关系大不大 或者海外的占比大不大 而刚好这么巧 若明在这方面 其实也有相对的风险 因为若明本身做了一些 CXO相关的业务 虽然它是龙头 但它整半的业务是来自美国的 即是欧美那边 所以它是一个很重的 可能是欧美相关的概念股份 但它是内地公司 所以如果你说在中美的博弈之下 其实它受到阴霾 我想是很难完全掃除 所以甚至乎之前来说 美国那边也有传过 也说想立一些法例或政策 去扶持新科企业 这也是对一些 你可以以若明的角度来说 在海外进入市场的公司 这也是会理淡一点 所以我想暂时若明就着这个消息 是否等于非常乐观 我觉得真的未必是 还有股价 其实你看走势近期 都不算有什么炒作 因为为什么不是特别建议 就是如果你这一刻去想 走势很窄啊 这个走势 其实过去10月底11月中那一部分 是从35元到55元左右 但是到11月中后到这一刻 其实是处于一个 类似环能区间的 甚至乎以一些均线去看 其实现在就刚刚卡住在100和50天线里面 所以100和50天线大概就47.5至55元左右 其实就不算太阔的一个 range 所以你这些位置去博 你上面可能只是望到5元左右 都有约一成的 但是下面如果你真的要去定止洩 可能就等到47.5 可能输大概2元左右 你可以说2元、5元都算是有1.12元的直搏 但是幅度始终不是太阔 所以如果这样去想 我自己觉得就不算太吸引 我会建议暂时先观望 除非它的股价 如果你说向上能够突破到55元 突破到两次的高位 突破到100天线这位楼上站起来 我想那个势再去追 会多一点的上网空间 所以我想暂时你的观望会比较好 而且现在看到跌幅又收窄了 下回50元以下 好 回答Yasmina的问题 在check room中问的 她问1211什么价位可以买入呢? 大家说很久就是股神会减持的 未来其实还有14.9% 其实还是很多的 但是其实股神虽然是神 但是比起她早前减持 其实她现在最新的减持价 其实是比之前高 对不对 而且会不会冲景来电动车政策等等的因素 你认为是否因为股神是这个因素 所以这个股神无论如何都留下呢? 暂时还是留下 因为本身一直以来 如果在制品版快选择 即是新能源车版里面选择 比亚迪股神一定是一个最强的一款 因为如果是比较基本因素 我想完全没得输了 即是你比较交付量数据 近这几个月每个月都过了20,000部流伤 过了这三个月 但是你在说一些什么新势力也好 或者是传统车、新能源车也好 强极的 例如港汽的Ion 你对上那两个月单月都只有30,000部 已经算是强的 30,000和23,000是差20 所以这个都差几元 只是说交付量 而除了量之外 我想比较迪强的地方也是研发能力 其实大家都知道 我想也不需要特别多说 例如什么电池、都比电池、半导体的开发 它是比同业明显地处于一个很大的领先位置 即是实际的业务面方面 行业的基本面来算 虽然在版法里选 真的选择基本数 一定是比较迪是首选 但是问题就是操作 我想是否这刻要进入 或者是否因为基本面那么强要去买呢 这一点我自己暂时也会有保留 因为刚才说的基本的数 其实一直都是 所以如果这样算 其实你认为什么位置都可以买 如果一直都是这么强 但问题是为什么价格 过去这几个月 或者这两三个月 比较弱 我想其中一个主因 刚才也有提到 就是股神的减持引埋 虽然做了几次 甚至大家都知道 股神一来都不会等钱花了 也不是什么价格都要丢 所以如果你这样算 可能有机会推高一点 才再沽也不起 但是问题就是 它减几次 还有近15%的持股 其实是算多的 就是 还要是多少时间 或者多少次数 去减减才有机会减得完 如果真的要减减的话 所以我想这个阴霸 应该也会继续笼罩着 但是只不过幸好 大家经历了几次被减持之后 其实市场现在对股神 再有这个动作的反应 就是对于股价来说 比较迪近期 就相对没有 头一两转那么负面 就算跌也好 可能也是温和 例如1-2% 所以我想 反过来 现在做好 可能要留下低一点才去思考 但是反过来 虽然有减持 但是是否等于做淡呢? 正如上一两个星期都说 我就未必太建议 所以现在你可以说是 继续观望的一只股份 我不会看得太淡 但是我想这些位置卖 我觉得又没有太明显短的 上网空间 所以可能先观望 等到可能股神减持的因素 消化多一些 甚至大家到时重新看回 整个行业基本因素 觉得是再强回来 才再部署会好一点 是 不过也给大家一个资料参考 让大家参考一下 因为股神的阴怀实在太明显 而且大家都太深入脑 回来看牛洪症分布 其实现在街货 79%都是洪症 大家看淡的 都是比较多的 好 讲开电动车 我们先回答美股 稍后回答港股 有个朋友 Peggy May 在我们的讨论室里问 她说明年经济衰退的话 美股的策略可以怎样操作呢? 你也要给她一些建议 因为她有Tesla 但是261美元 其实也虧得比较深 但是我相信不少人都在这些价位入 Amazon她126美元 她说现在怎算好呢? 你建议她只虧 还是可以等一等 可以虧少一点? 先说Tesla吧 我只认为Tesla 说真的 她260美元 上去买 现在也只有157美元 其实就算盘厚 也是158美元 变相都在捱差不多$100美元 我觉得如果你说短期 要回到那些位置 就真的有很未来的机会 但是如果你说中长期来说 我觉得看法上Tesla 又不是特别淡的 但是问题就是短期 我想为什么看得一般的主因 其实也有点跟刚才说的 比较迪那些 整个生能源车板块 其实过去这几个月 大家的看法都会觉得是稍稍稍稍稍稍稍 因为之后竞争也大 而Tesla近期又说了 我们厂房的相对事件等等 令到股价也不断 因为股值不断地刮 所以股价就不断扯下来 而连带来 始终也有点跟Elon Musk 那么多的动作 例如之前推特的事件 其实总是会有这些因素 就是会担心它会减减 Tesla 所以认识价格就不断压住 从走势 当然是处于一个限的格局 所以刚才也说了 就是从一个短线来说 不要说你这么买入价 我想要过200元楼上 其实也不是太容易的事 但是问题就是都等到这些价位了 如果你说货量不多 我建议可能继续守住 除非你本身握的量也算多 如果多 我想你相对减减一点 但是如果你不多 就宁愿握住它 因为刚才说中长期 我觉得以全球电动车市场来说 内地刚才提到比拉迪就一定是强的 而海外来说 Tesla应该是一个非常强的表表者 所以如果货一个中长期 我又不是特别担心它们的盈利能力 或者基本因素 但是只不过短线就没有这些趋势 所以暂时先走 我想你重货先带率 减减榜会比较好一些 好啊 那混淡就不建议了吗? 暂时也不建议 因为正如刚才说 就是一个行趋势 就是你这些位置混淡了 虽然它下了很多 但是似乎看不到一个 即时反弹的格局主 动力也不是太明显住 所以我宁愿等一等才会比较好一些 好啊 Amazon呢? Amazon的看法是怎样? 它都在蝕30% 是的 我想是类似错过了本身 应该要去到减持或止蝕一些的操作 很难做 是的 都同意的 作为一个省户的我也是这样的 但是我想Amazon的好处也一样 始终这两个公司的规模有这么大 而且基本因素其实也比较强 虽然近这几贵的增长就不是特别强 但是论压度 赚钱能力上说其实就不是弱的 所以我觉得去到这些价位 你看现价的估值也回到20多倍 开始合理一点点 所以我觉得再急跌的机会就未必太大 所以你见到近些个人越是 在现在大概85-88这些位置 打了几次的底 也未有再串 大家都开始觉得估值是开始合理一点 所以我想你还是要等 当然 跟Tesla刚才说到 你迟下一个限的趋势 但我想短时间85这些大位 没有明显打穿的话 你去等它做反弹 但是上面来说 大概103-105这些位置 其实阻力会比较大 虽然如果真的也一样 如果多货的 你可能等弹到那些位置 考虑减减才会比较合适 好 我们回到本港 好 我们回答说股的问题 好 992 乱赏 6.3.5有货 中线上网看多少 以及指洩位是多少 其实它近日又做得不错 是 其实6.3.5有货 暂时就在赚1.5元的利润 走势来说同意也是不错的 因为由10月初 冲上来之后 到11月中开始做整股 但是近期到10月回来 刚刚调到50天线 就是有支持又抽上来 现在也是破均线流上 整个格局都是一个大涨小回 一个处于均线流上去走的格局 但是当然 我觉得向上来说 你要再看6.7-6.75这些位置 可以这一转叫冲穿埋线 因为这个位置就是过去11月两次的高位附近 而且近期虽然价格还上来 但是成交价格在下跌 所以有点背迟的情况 所以我想这要看一看 可以冲穿6.7-6.75这些位置 才再看高一点 而且联想业务方面来计 当然了 近年业绩越来越多一些 互联网方面的业务 因为以前它主要是卖个人电脑 卖电话 这些是硬件性为主 现在反而多了这些 当然其实大家都知道有一个目的 你多一些互联网业务业务 都是想拿高一些估值 因为你硬件股和你软件股 都不同 所以这是一个中长期的方向 但是最终要看看实际的业绩 究竟在互联网内 业务的业务占比 是否能够持续提高 然后估值有一个很大的上升 过去这几转业绩 还差一点 所以令到就是 其实可能只是在六个岭至七个岭这些位置上落 不是很大的一个上升 所以 过短就看着六七半 破到的先看近七个二至七个三楼上 但如果真的过一个中长期 就看看业务面方面 可否持续提升到相关远坚的占比 好 我们再回答最后一题 这个网名很有趣 我要读出来 他偏偏遇见你的 好 他问葵程 我也很有兴趣 他昨天就说 升到270元之后就下跌了 不知趁回调到多少可以吸纳 因为我看到他的数据 其实第三季的数据做得不错 但是昨天和今早的情况也是 昨天就升的 即是逆市升 但是就出了一支阴烛 今早做完高位之后 也是升幅收债 也是阴烛 那如何解读呢 或者我和观众同一个问题 就是跌到什么位置可以买呢 如果继续憧憬通关 我同意选择一些通关 或者是叫防疫政策放宽的 受惠类股份来计 这种我也是一个 排得很前的选择 因为如果你看过 一个多月内地对于 防疫政策的优化步伐 或者进程 过去可能最初 或者过去近期的 什么新十条也好 其实大部分都是对内为主 即是在内地 可能你又不需要做什么核酸 或者又不需要有什么检测 那些东西 但是说真的 它搞到这样子 搞到这样子 如果你再做下一步 做优化的 我觉得比较大机会 就是拼它对外 即是通关 或者不要说是否通关 即是入境方面 隔离限制 有些改变位调整 所以如果你说 现在去选择一些 叫做服装相关股 我觉得是选择一些出游 旅行 或者航空 那些会比较好 即是选择下一转的方向 而葵程 当然是基本因素上说 是扎实 因为刚才提到的一点 就是近期 或者这两个再强上来的主因 都是刚刚出了第三季的数 但是当时第三季 还没有什么东西 但也对比第二季 特别在上级收入方面 其实环比的改善性是很强的 虽然同比也有 大概两成至三成 但是环比即是按季 第三季对比第二季 是增长超过差不多七成 所以变上增长是很大的改善 你也发现其实他的执行能力是强的 所以你说在未通之下 都能够有这样的成绩 如果一通回 我相信那个业务面是更加乐观的 所以你说选择这类绝对同意 但也同意你就是部署是棘手的 因为股价就升了很多 我想也是一样就是 你过去这几个月没有追到 现在是不知道怎么做的 所以唯一真的要等它回调 因为没办法的 我想挺好的股份 都不能勉强冲下去 特别是这些市况 正如刚刚一开手说过 我说股份 我想去到这些位置 可能也是先整固一点 或者动力气氛也强了一点 因为都矮连这么晚 所以我自己觉得 如果你说葵程要继续 看看有没有机会 真的都不知道 但我想要等它回心多一点 例如去到260这些位置以下 才慢慢去分阶段去买 会比较好一点 如果你有一个 可能下年第一季之前的看法 其实要充上300楼上 我觉得机会性是比较大 好 去到9点51分 跟大家跟进一下 那个行指的情况 因为跌幅扩大了 刚才低开24点 昨天已经失手了一条10天线 所以今天继续向下 就继续在10天线下 跌近133点 19233点 国子跌39点 科子跑输大使 跌近1.3% 跌56点 4079点 现货月期指跌近104点左右 那些汪汪股 刚才报过 普遍都是向下 美团跌2% 跌幅是大过ATMXJ的 好 电动车相关的板块 就个别发展的 不过跌幅就不是 跟大市相弱 小鹏和零跑汽车 跌幅超过2% 本地银行股 加P 不过都是跟随大市 普遍向下 恒生和汇丰都跌过1% 恒生跌幅较大 跌幅较大 跌2.4 125.3 跟大家看看药名 刚才也有投资者问过 药名现在就是继续逆市做好的 不过升幅就被汽车收窄了 最新生费过2% 在50元以下 49.9 好 节目完结前 提提大家 今天有什么需要留意 公布业绩的 有两家公司 一家叫做万邦投资 另一家就是奥斯集团 数据上 美国今晚会公布制造业 和服务业的PMI 本港也会公布失业的数据 今天就多谢 中微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 王伟豪Rafi 陪大家一起开市 刚才说过股份有没有持有 是没有持有的 好,谢谢你 我们下星期一 继续有我独立普平人堂志乐 和我谭海运陪你一起开市 下星期同样时间再见 拜拜